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际的讯息 俄乌战争最新的发展 俄罗斯现在继续的发动猛攻 尤其是连夜 在凌晨的部分我们在关心 柯文哲是不是会被收压 声压获准 但在乌克兰这里 是遭到了俄罗斯连续用了 20枚左右的飞弹 还有导弹 弹道飞弹 去加以攻击 乌克兰工军间表示 俄罗斯连夜向基辅发射了 包括无人机 巡航飞弹 弹道飞弹 凌晨让乌克兰的首都发生了多起爆炸 居民还被送进了防空洞 波兰的武装部队 作战事令部就讲了 俄罗斯被空袭了乌克兰之后 波兰盟军飞机也紧急出动 保护波兰领空 怕被波及 所以从9月1号 大概50伤的俄罗斯的空袭 还有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这里 曾经一直点名说 西方盟友一定要护力挺 我现在需要你们所有的资源 已经有连续10波轰炸 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罗朗 还有弹道飞弹 呼吁西方盟友 必须赶快提供所有的一切 否则你看看这个烽火连天 一天到晚被炸 本来其实这个战火 正在希望能够促成和谈的阶段 现在在乌克兰 去攻击了俄罗斯本土之后 现在逼得双方的战火 没有办法进一步有和平的可能吗 乌克兰也对俄罗斯的能源设备 再度发动攻击 有15个地区的大规模袭击 用的是什么 158架的无人机 这个攻击针对的是 发电厂 内油厂 俄方说都全部击落 所以没有影响吗 总之这个互相的 你来无往的攻势 并没有停下来 而担心乌克兰攻击 克里米亚大桥 俄方现在的做法是 部署了铠甲的防空车 避免被攻击 如果有一旦攻击这里的时候 克里米亚大桥每次都被炸 这是要保护好后援 还有补给跟军队能够顺利进入 还有俄罗斯军队接收了新的各种战斗车辆 也是为了接下来包括空降作战的 两栖战斗车 都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攻势而进行吗 看看地图 现在顿内斯克被俄罗斯所控制 现在武宏军村目前这里的人数 距离大概5万公里 据说已经非常近了 从库斯克这里 乌军紧急调派了2000人 来加以这里来作战 希望能够阻止攻势继续进行 只剩5公里的情况之下 顿内斯克的前线是不是岂岂可为呢 乌军把人调去 包括了在俄罗斯境内 还有到了红军村这里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今年秋季这里 就直接红军村就要被拿下来 再来看看乌军撤离的完空城祭 红军城也有一个报道是说 现在乌克兰打算玩空城祭 就算打进来里面没有人 看似要弃手 可是一波波进攻 可所造成的伤亡 却是实时再在的 造成了人命的丧生 还有一个报道 是跟情报战有关 这个CIA被削减 俄罗斯的特殊战利 有一头可爱的白金爆红 突然死在沙滩上 他被怀疑 因为被认为俄罗斯训练 这些海洋的动物 白金海嘴 因为智商相对高 在他们身上 绑摄影机镜头 说被怀疑是普京的间谍的 这位白金 5年后被发现 今天这两天 今天最新的消息 发现在挪威外海 被发现漂浮于海上 确认死亡 这个报道是说 因为过去在冷战期间 就有很多苏联 用白金海豚训练 来造成敌方破口的概念 现在是不是还有 也的确有可能的影响力吗 这样的协助潜水兵 我看起来是非常不人道 但俄罗斯的海底间谍 被灭口这种消息 还有一件事情 是Telegram的创办人执行长 法国逮捕了这个社媒平台 Telegram的创办人 杜洛夫 因为俄罗斯人 没有办法用Google 也没有办法FB 所以要用Telegram 来做一些新闻 跟社群的平台的读取跟联络 现在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也有双方包括情报站 社群站的一种攻击的新手法 亮哥先来看看俄乌战争 现在的情势发展 对乌克兰是越来越不利 对 我觉得 关键不是你能用150架无人机 来轰对方 因为在乌克兰独立日 俄罗斯也轰了100多个 炸飞弹去打乌克兰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你的地面 比较大型的部队 有没有推进 还有他推进的地方 是不是战略要地 因为库斯克 你如果没有办法打到首府 不构成战略要地 只是你打下一个输甲 现在也被俄军给困在那里 可是问题是 乌东那个红军村 那个就非常关键 那个顿内斯克 大概这一个城市 他掌握了五条公路跟一条铁路 几乎是南北的动脉 铁路就掌握在这个城 他人口只有6万 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 目前俄罗斯距离 这个红军村只有4.5公里 而且都是在8月发生的 本来俄罗斯打下那个 阿瓦迪夫卡 他推进得很慢 他也没有一定要打 结果你去打库斯克 他就决定全力要打红军村 红军村这个地方 如果真的被打下来 那就非常麻烦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往前看 就是德烈伯河 一望无际的平原 基本上没有防御公司 因为乌克兰没有想到 会打那么远 结果你现在逼得人家打那么远 那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变数 比如说 因为我们一般讲小乌冬 就是顿巴斯 大乌冬是一路打到德烈伯河 是 那打到德烈伯河 乌克兰就累了 因为德烈伯河那个 河运往上走那个水军 可以直接倒到基辅 所以我是觉得 乌克兰现在 恐怕是要想方设复 要守住红军村 因为你即使守住你那个 库斯科那个书甲 那相对于你红军村陷落 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因为那个地方等于是 孤零零的自己晾在外面 中间还隔了哈尔克夫 才到俄军的主战场 红军村这个地方 坦白说 如果真的被俄罗斯倒下来 那南北动脉线 你的运输补给就会出问题 而且俄罗斯随时可能再往前吃 那如果你真的是大乌冬 很多领土沦陷 俄罗斯现在目前占的领土 如果加上红军村 整个这样一块大概是22% 你如果再往前打大乌冬 可能你的领土会丧失到30% 那就很惨 而且俄罗斯也不是完全没有正当性 因为特列伯和以东是讲俄语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东正教 因为乌克兰的地理就是这样 以西就是天主教跟讲乌克兰语的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让他有机会打过来 他就开始给你搞一些宗教 或者是民族 或者语言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到时候战局会整个改变 所以 现在呼喊西方再增援也没有用 可是他那种呼喊实在是太空了 比如说他认为他打下库斯克 他实在是没有打下来 他只打一个城市而已 然后他希望美国能够开放 让他用远程武器 可是美国对他不放心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国家在 无助无望的状态可能就会乱打 不可控 对 你怎么知道他 那500公里的飞弹会打哪里 目前他手上是 那个ATACMS 是陆军战术导弹 他最长可以打300公里 美国都对他做严格的限制 所以你最多只能打克里米亚 那乌克兰就说你要让我打库斯克 美国到现在还不敢同意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局下去 乌克兰会相当麻烦 他应该要尽快决定要不要撤军 来回防他自己的顿巴斯 是 明哥看这新闻匪夷所思 说是最可爱的间谍 可爱白金 然后居然被当成这个间谍 然后被灭口 这个其实前苏联本来就有训练动物 来当就是军队的辅助的 这个习惯 因为他们会在白金身上装一些 包括监视器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协助他们探取一些情报 那前苏联确实有在做这样的训练 那到了俄罗斯之后 其实应该还是有持续在进行 那这一支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 就被人家发现 那当时被人家发现的时候 就因为他身上有背带的痕迹 所以他们怀疑他可能是 前苏联在训练的东西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 这只是他们在怀疑 那理论上来讲白金的寿命是蛮长的 应该有三四十年以上 那结果现在这次白金只活了十几岁就死掉 所以他们 所以才会传出来说是不是被灭口 我觉得 我想莫斯科现在应该没什么空去灭一只白金的口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闲到这种程度 这应该就是可能出了什么意外 或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那当然白金是很可爱 我也不赞成人类训练动物来当战争的武器 这是不好的 那可是 也不要把它讲得这么夸张 讲得好像 那个俄罗斯现在还到处在训练动物 潜伏在哪里去做什么做什么 我觉得搞得太过头了 那当然 情报战是非常重要 所以Telegram这个东西 俄罗斯过去从这个管道 其实拿到了很多相关的消息 他们也从Telegram上面去 研判了很多讯息 所以现在西方就是要赌绝这一块 那对俄罗斯来讲 如果你真的赌绝 他们当然也只有另辟蹊径 你不会以为俄罗斯的情报单位 只会在俄罗斯境内 他们一定有很多潜伏在 西方这些国家或什么 他们还是会把这些讯息送回去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故意在讲说 好像Telegram一进 他们就完蛋了 还怎么样 那对一般民众 当然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 那但是网路世界 老实讲 很多人都有很多办法 可以跳过这些封锁 去看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倒不用去为俄罗斯人担心 那只是乌俄这个战况 现在很明显的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 因为红军城可不是一般普通的地方 红军城是从克里面亚 失去了以后 2014年到现在 他们已经在这边 不断的加过不断的 在那边运送物资 然后在那边构筑防御公司 所以是他们经营非常久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你现在为了库斯克 把红军城丢了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道理 而且就像亮哥刚讲的 红军城后面 你几乎无险可守 那你到最后你要准备迎接来 兵败如山倒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 那问题是 现在泽泽斯基的两难就是 因为他库斯克这边宣传的太过头 所以如果你这时候从库斯克撤兵了 好像是在向西方承认 我过去都是玩假的 我过去讲的都是假的 实际上没有这么厉害 我觉得泽泽斯基担心西方会不会就此 在减少对他的援助 所以他在政治层面上一直不愿意割舍 可是他如果 不赶快把库斯克的精锐部队 调回乌冬来的话 那他乌冬这边可能真的会守不住 而且据说现在他们那边 溃退的情况非常恶劣 也就是比过去几个月来 这种进展是天差地远的差别 是一路的败退这样的情况 那当然因为他败退的很快 所以俄军现在也开始在疑惑 就是你是不是故意 收一个空乘机来陷害 或你是不是在等我 又使我上当 所以俄军现在也蛮小心的 但是俄军现在已经 因为在乌俄战争 他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 现在他们都不会先丢人进去 他们都是先丢无人机 先无人机把所有的情况 先试探一遍之后 他们才会决定下一步的战术 是什么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算因为这样子 辞职了俄军部分的攻势 但是俄军应该很快就能够探明 在那附近的情况 那到最后还是一个军力的比较 那你在这边当面的军力 比人家弱这么多 因为听说是6比1的比例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到底要怎么抵挡 乌克兰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江老师 好 我们台湾大部分接受的是 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 通常是俄罗斯打乌克兰 就说好残暴 很残忍 然后乌克兰打俄罗斯 好英勇 很大的胜利 但是刚刚我们看到新闻就是 乌克兰发射的150架无人机 通通都被拦截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他攻击俄罗斯的那个效果并不大 然后又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波攻击 好像是蛮厉害的 其实我一直怀疑 在我看西方媒体 也有人提出质疑 就是俄罗斯为什么对基辅 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城市 还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你看他在乌东战场 他有使用那个滑翔炸弹 重磅的FAB3000到5000 FAB5000就是5000公斤的炸弹 那个换算成磅就是1万1000磅 它落地的时候 弹坑可以有到30 甚至要更大 30公尺 我记得乌克兰有一个军队的 一个长官说 他说这么大的炸弹丢下来 即使你在旁边没有死 你全身都是灼伤 因为那个炮弹的碎片 还有爆炸震波 把你全身都打得 身上都是伤 他说不是一般的士兵 能够承受这么大的 这么重磅的轰炸的攻击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因此对我们乌克兰的士兵 士气影响很大 但是这就很好奇了 为什么都没有对基辅 使用这么重磅的炸弹呢 两个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原因 你看他的机场没有被炸 他的主要道路都没有被这种 重磅炸弹轰击 所以其实俄罗斯还是蛮克制的 没有痛下杀手 没有痛下杀手 人家是有保留的在攻击 他有炸电草 对 他让他痰缓 但没有让他灭亡 对